可能壓軸碰到很多其他兩場我也很想聽的 所以其實這場人數比較少一點 但沒關係 就是人少也好 然後我以為我要講英文 但好險就是我記得我是當初勾中文 然後回信回我英文 因為我以為蔡英國要用英文講 但有可能大家以為這是英文演講 所以比較不會來 沒關係 但還是來講一下 就是JPAD Compose應該 反正我等一下再介紹 然後有寫過JPAD Compose可以讓我知道一下嗎 蠻少的 好 沒關係 好 我今天會介紹JPAD Compose的概念 還有它Decorative UI的觀念 它跟傳統的imperative UI是不太一樣的 然後會介紹它一個核心的概念叫做recomposition 那recomposition裡面呢 其實它是由skillable還有restaurable 這兩個概念再去堆疊而成 那最後會去講到它的compiler是怎麼用的 因為其實JPAD Compose它後面有一個compiler plugin 幫它去做一些優化還有一些加程式碼的動作 然後還有它的sauce code 那好 這是我 我平常就是會做各種運動 最近在學空翻 然後還有我在學swing 然後也是個b-boy 然後這頭影片是今天的第一個工商 我去年有寫一本書 這一本 Android的架構實戰開發 所以如果感興趣可以就是去買一下 我發現 最近發現 最近打五折了 它打的折扣越來越多了 就不知道 就是好像 可能銷量越來越低了吧 所以就是來拯救銷量一下 然後我在Picach這間公司 當Android的工程師 還有是在Android台北當那個host 就是我主要主持Android台北的一個活動 那平常也在 算是 某些 我不知道算多還是算少 就是在conference裡面有做public speaking 像這個JC康號 Mark Kong 然後還有Costco 那接下來再倒到另外的工商 10月26號 我們會辦一個Android台北的活動 那在這裡 徵求講者 我不知道真不認得到 反正就是徵徵徵看 我們是一個Android的活動 到時候 如果你對Android活動有興趣 你也可以去參加 然後身邊朋友有在寫Android 可以鼓勵他投稿 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投影片沒有放連結上去 但這個Hurl Code是我的投影片連結 可以現在掃一下 因為其實今天要講SourceCode 那SourceCode其實會 如果沒有回去看 它的概念去交互去參考的話 其實很容易就會迷路了 就不知道你現在在哪 所以 我是推薦大家把我投影片宰下來 然後投影片也有 導到這一頁的時候 會有一個Mindmap 然後這Mindmap是用Mirror做的 哇靠 它會導這麼久 好不管 其實這邊會導到那個Mindmap 然後這Mindmap也是今天同一邊講的內容 可以讓大家一邊聽我講的內容 一邊參照到這個 它是隸屬於這Mindmap的哪邊 好 現在開始講JPG Compose JPG Compose是一個Android的 Modern UI Framework 它的寫法 蠻單純蠻簡單的 它就是一個 每一個UI都是一個Function 那這個Function可能是一個Button 那這個Function其實可以在 Compose另外好幾個Function 把它Compose起來 又變成一個大的Function 然後它其實也是一個View的概念 那像這個是Button 那Button有可能 它原本就有一些 Default你可以用的東西 那JPG Compose有提供一個OnlineButton 這元件給你用 那就是做一些客製化 然後裡面再寫一個Text 然後你客製化的一種Button就出現了 那當你在客製化這個Button的時候 你可以指定它的Border的顏色大小 然後它的Shape 它的形狀 然後它應該要多高 然後它的文字內容長得怎樣 所以這是Decorative UI 那跟一般傳統的UI差別在哪 傳統的UI其實就是我要去找到 我要建立某一個Instance 可能是Class Instance 然後去找到它 然後去對它Set 就是SetColor SetShape 然後Set之後我可能 我如果要 如果裡面有10個UI元素好 我就每個UI元素都要去找到它 然後去做Set 然後去做一些各式各樣的操作 所以這是比較傳統的做法 它這傳統的做法叫做 imperative UI 好 那Decorative UI有一種 就是大家比較常用的Pattern 就是我從ViewModel這邊去更新State 到JPayCompost這邊 那JPayCompost我們通常把這個叫做Screen 也就是其實它現在所顯示的東西 其實都是從後面這一端去再去更新過來的 那舉個例子來說 只要像是這個畫面 那這個畫面的話 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標題 然後這裡有很多張圖片對不對 那所以其實我可以做一個狀態 那這個狀態可能就是描述說 這個螢幕我有一個title 然後它的類型是String 然後它有很多Sticker 它的類型是 型別是一個List of Sticker 然後它用這樣子的class 就可以來描述這個Screen的所有內容 所以這是 通常我們用來update UI的方式 在JPayCompost裡面是這樣子做的 那它萬一想要在不同的顯示方式怎麼辦 那沒關係 就是這個title裡面的文字改了 它就會更新上面的文字了 在JPayCompost裡面 有另外一個概念叫Recomposition 那在講Recomposition之前 要先了解 其實在任何View的系統裡面 都是有一棵樹的 那這棵樹在JPayCompost裡面叫做Composition Tree 譬如說這邊右邊有一整個螢幕 一整個頁面 那一整個頁面其實有一個最根最Root的點 就是這個背景 那這個背景就是灰色的這一個 那它可能有三個Children 一個這邊藍色 一個這邊紅色 另外有這邊藍色 然後這邊的藍色其實也有三個Children 所以它是一個樹的結構 那Recomposition是什麼概念 Recomposition就是當我需要對畫面做更新的時候 就去Trigger一件事情 然後它就是會去做一個動作 這動作叫Recomposition 然後做完Recomposition的時候 這個畫面就會更新了 所以假如說我可能按一下這個紅色按鈕 按一下 然後觸發Recomposition 然後從三個Item變十個Item 那這一整個就是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好 那看一下這個範例 這個範例其實跟剛剛也差不多 就是有一個新增的按鈕 然後有一個List 那它的樹狀結構長這樣子 一個Sample Screen 然後它有兩個Children 一個是ListView的Children 然後一個是這個AddButton的Children 然後它的這個ListView裡面有 各式各樣它的Children ItemView 好 那其實 我們如果想要看它的Recomposition是怎樣運行的話 我們可以在每一個Function裡面再加一行程式碼 就是去監測它什麼時候會不會執行到 那所以我其實就是在這每個Function裡面都去安插一行程式碼 然後去看說它是怎樣運行的 那其實在一開始的時候它就是會去執行Sample Screen 然後還有 ItemListView 還有 AddButtonView 這三個 那這三個 其實因為 然後因為它沒有任何Item 一開始我螢幕起來是它Size是0 那當我在按一個按鈕的時候 然後它就會從0個Item變1個Item嘛 那所以它全部都會再重新繪製一次 這個Sample Screen再畫一次 可以看到這個Sample Screen畫一次 然後這個ThisItemView又再畫一次 然後這個AddButton也是再畫一次 然後可是這次不一樣的是它有多一個 ItemView0 所以它這是新增的這個東西 然後如果再按一次AddButton 它前面會長得一模一樣 一樣會有ScreenListView AddButton 但這個不一樣 它新增了第一個Item 但這個其實有點奇怪 其實我剛剛已經按了一次 照理來說現在有一個Item 再按一次現在有兩個Item 照理來說它現在應該要執行兩行才對 那它現在只執行一行 為什麼 是因為它已經知道三一個Item 要怎麼被畫出來 所以它可以某一種程度上去 可以跳過它繪製的層次嘛 它不用去再畫一次 它就Item0就直接 已經知道怎麼畫就直接跳過了 所以因此類的 它其實在按一次的時候 它也是跳過第0個跟第1個 然後這次再畫一次的時候 3它也跳過第0個跟第1個第2個 好 那其實不只這樣子 就是我們可以再讓它的繪製再更 發生的次數再更少 因為其實我們如果看這個螢幕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就是 我假如現在新增的第一個嘛 然後再新增的第二個 再新增的第三個 除了這上面這幾個沒變之外 這個也不會變 所以其實照理來說 這個也不用再重新畫一次 所以其實我可以用某種操作 讓它畫的次數更少 所以你看這邊有一個 AddButton 然後這個AddButton 但其實這邊後面就不見了 我可以做某些事情 讓它可以被SKIP掉 不用再執行這個Function一次 那這個就是我今天主要會講的內容 好 那到底為什麼它可以被SKIP掉 所以接下來我就會講它裡面的運作機制 那它運作機制可以看那個 MyMath的上面這些東西 這些都是關鍵字 好 那首先看這兩個東西 Destaurable跟SKIP-ABLE 因為剛剛有說過嘛 它每一個UI的component都是一個Function 那這個Function 在JPG Compose裡面 有一種東西叫Tag 我們把這種東西當成這種Tag 一個是Destaurable的Tag 跟SKIP-ABLE的Tag 所以說它們並不是互次的 它們可以同時存在 也可以同時消失 然後也可以只存在其中一個 那一個Function如果是SKIP-ABLE的話 就表示它 在某種程度上 它可以被忽略掉 不用再重新執行一次 那如果它是Resolable的話 這代表它自己 可以再重新啟動一次 那怎樣情況下它會SKIP-ABLE 那就是所有的它的Function的Argument 都是跟之前 上一次執行的時候是一樣的 它這個時候就可以SKIP掉 那怎樣的情況下它會RESTART 它其實它是 它會經過某個機制去RESTART 但這個應該今天其實不會Cover到 那其實就是會講到 JPay Compose它因為有RESTART 這個概念 所以它可以去讓一個Function 可以重複的去被執行 對 好 那另外一個概念 除了Function Tag之外 還有Function的另外很重要的事情 是Function裡面有它的Parameter 就是它的參數 它的參數有這兩種類型 一個是Stable類型 另外一個是Unstable類型 那Stable類型就代表說 它可以被重新使用 這個Parameter可以被重新使用 這聽起來很抽象 我知道 所以等一下就會知道 Stable大概是怎樣的概念 那Unstable就是Stable的相反 那Unstable通常是Mutable的 就是我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我無法預測 所以它是Unstable 好 那我們其他有這兩個概念 Stability跟Function的Tag 那我們如何把它結合起來 知道Skip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們可以先用數學去推算它 好 像是Vectorial 就是5乘4乘3乘2乘1 現場有人可以給我這個答案嗎 對120 然後1加到10 對55 為什麼 為什麼知道 你剛剛應該沒有1加2加3加4慢慢算吧 為什麼知道 因為1跟10是穩定的 它並不會從1突然跳到1.5 然後這也不是量子力學 它不會是一個學定格 然後就是突然會有不穩定的狀態 所以你知道輸入是穩定的 輸出就一定是那個值 所以這個流程 這數學流程在你腦中其實已經是某種Skip 對啊 因為已經記住它了 所以你剛剛就是在做Skip的動作 所以 一個Compostable function 可以被Skip的時候 就是它的所有Parameter都是穩定的時候 好 那接下來看幾個Sample 那Sample可以從這個工具去產生出來 這個工具是由Google提供的 它可以去監測你專案所有的Compostable function跟檔案 來去產生一個報告說 這個function是stable 這個class是stable的 好 那現在看第一個例子 這個Greeting Greeting它沒有任何參數 它沒有任何參數代表什麼 它其實就是stable 因為它不管執行幾次 結果還是永遠都一模一樣 那結果既然永遠會一模一樣 它永遠都可以被Skip的 所以 它在執行這段分析的時候 它就會把它當成是Skip的 那下一個例子 String 如果它有一個String的Parameter 那它是不是Skip的 當然也是 因為 因為String它是ImmutableType 對 ImmutableType 只要你這次 這次 比如說 InputName是Drum好了 下次Name也是Drum 那它就是 它就可以被Skip掉 因為它就是用Render一模一樣 那 那 那這次如果是Drum 下次是Manage 會怎樣 發生什麼事 那它就不會被Skip 那 那 那 為什麼 Drum跟Manage 差別是這樣子 是因為 如果 Skipable這件事 並不代表你每次都會被Skip 它只是代表說 這個Function可能可以被Skip 對吧 就是如果兩次都是Drum 因為它有辦法判斷 它是不是Equal 如果它有辦法判斷Equal 它就可以被Skip 它都被Skip掉了 所以這是Skipable代表說 這個Function有可能被Skip 但是 並不代表永遠都會被Skip 好 好 那至於這個怎麼辦 有一個String 然後裡面是可以可變的值 那它永遠沒辦法知道 它可不可以被Skip掉了 因為它就是 你每次 輸入進來 它也沒辦法去判斷 它是不是 一樣的內容 所以它Skipable 這個東西就不見了 所以說 如果有這個Class的話 它一定每次都會 再重新執行一次 那為了解決這件事 有什麼解法 其實有一個解法就是 加annotation 那官方有提供兩種annotation 一種是 一個是immutable 另外一個是stable 那這兩個annotation 都屬於stable marker底下 那immutable 就是顧名思義 它就是不可變 即使它可能 在定義上 可能可變 但我就跟compiler說 它不可變 那compiler就會相信你 好吧 你說不可變就不可變 可是出事你自己負責 對就是這種概念 那stable的 stable就是immutable的想法 它就是可變 它3號immunable case下就是可變的 但是可變你也要自己負責 你要確保說 東西在變了之後 composition會被通知到 所以你要負責說 所以你要負責說 我這個公開的property 被改了之後 我要再觸發 這個同一個function 讓它再跑一次 那再跑一次 所以它就要再render一次 再render一次 它就會吃到新的值 然後就是會對應到正確的畫面 所以這個是stable會做的事情 所以stable這個annotation 不能亂標 標就是你要確保 你懂composition的機制 你懂得要怎麼重新觸發 recomposition 所以以剛剛那個case 就是我如果再加一個 immutable的annotation 它其實skippable就 漲回來了 然後它也會認為這個是stable的 反正就是你自己負責 出事的它不管 另外一個fun fact就是 如果它是innite function的話 它就不是restartable了 那因為innite function 它就是會 直接copy pass整個function 到另外一個呼叫方 底下 所以它這個function 其實在compile之後 就不存在 那不存在的function 其實它也沒有辦法去 重新呼叫 沒有辦法去restart 好 好 關於上面這些 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接下來就是 今天的精華 compiler 那compiler 其實source code 可以從這邊看到 有興趣可以去這邊找 它就是 有jpg compost compiler 所有的程式 這樣子 然後可以對應到 今天的mindmap 這些地方 它也是很多 很多名詞 專用名詞 好 這個算是比較硬的東西 Cutting 先 我們先講到Cutting compiler Cutting compiler Cutting compiler 有分frontend 跟backend 這個東西 其實 一開始我也是很confused 為什麼有分backend 跟frontend 是要做UI嗎 還是要打AP 還是什麼的 它其實 它分這個是有原因的 那一般如果我們知道 compiler運作方法的話 就會知道 compiler運作方法就是把 一個檔案吃進去 然後把所有的東西 變成token 那 token的話 就可能是import 或者是class 或者是val if 然後左括號 右括號 然後你的變數名稱 這些都會變成token 然後這些token 會再長成一顆樹 這顆樹叫做 address synthes tree 語法術 那它可以用這個語法術的結構 去做分析 然後用這個語法術分析之後 再長出另外一個model 叫做ir ir的縮寫是 ir是interpreter representation的縮寫 那看到這個可能會有點覺得 這麼多名詞 那到底是代表什麼意思 那其實可以想像 ir就是 這整個cutting compiler的 dobin model 它就是主要核心的運作 都是建立在這個ir底下 比如說我要知道這個function 是不是public 就可以點 ispublic 就可以知道這個function是不是public 然後或者是我知道這個property 是不是enun 我可以點 isenun 就是可以retain一個true或false 所以它是去分析這整個檔案 然後去看說這個property 或者這個function的類別 然後去做一些檢查 然後去可以做更多事情 其中很魔法的事情就是 我要知道有一個altation 叫compostable 然後它是一個function 然後它如果符合某種特性 我就可以幫它長出程式碼出來 那其實就是可以在這一步做到 那在這方面就是cutting compiler方面的做事 大概做的事情 那backend呢 backend做的事情就是 在用這個ir去產生machine code 就是可能是jvm理解的程式嘛 jvm理解的machine code 或者是javascript 或者是西家家的 因為就是早上有講 他現在蠻推cutting multi-platform 他想要在各個平台都可以執行 所以這主要是backend在做的事情 那如果你對這些主題有興趣 可以去看這個文章 他講的蠻詳細的 然後這張圖也是從這邊過來的 好 那今天要講的東西主要是 cutting compiler plugin 然後是JPG Compose JPG Compose 運用這個機子去寫出來的 那主要的運作內容 都會是unside在這個地方 好 那剛剛有看到這個function嗎 一個greeting 那這個greeting 在經過這個compile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 他會長出右邊這一大串 右邊這一大串其實是我 我去可能 我寫一個app嘛 然後就會產生一個apk 然後版主義這個apk 版主義apk之後 就可以擷取出這樣的內容 可以發現他其實長相差 超級無敵多 就是他長出了一大塊 那這一大塊到底怎麼來的 當然可以先不用管 為什麼這一大堆細節 那我們可以先看這個 skippable 可以看到裡面有這一段 它裡面有一個greet skipping 對吧 那如果他沒有辦法skipping的話 他就會去執行text這個function 那如果他有辦法skipping的話 他就會skip to ground end 就是這麼簡單 他如何去做skip的事情 就是用一個if else檢查 他可以被skip 那如果可以就是不執行這個function 然後 下一個 resolable resolable resolable是發生什麼事 resolable其實就是 一開始的時候 他有一個composer 那這composer 一開始就會去建立起來 然後呢 他會去做一些事情 然後去拿一個東西叫 scope 那如果這個scope不等於no的話 不等於no 我不應該說no no 這個scope不等於no的時候 他會再執行這個greeting一次 所以resolable的背後核心概念就是 是什麼 recursive 他就是recursive 然後就是再執行自己一次 所以他只是長出程式碼 然後這程式碼 再去呼叫自己一次 那我今天就專注在看skipable 這件事 這字有點小 我就是盡量再放大 可以看到這程式碼 我們剛剛看到這段程式碼其實是長出來的嘛 skipable這邊 這一段 那這一段呢 其實 我去找 我們去找sauce code的時候 就會發現 其實他是從左邊這一段 長出來的 那左邊這一段呢 是這個 compostable function body transformer 這個檔案 之後有興趣可以去看這個檔案 這個檔案在寫什麼 這個檔案其實有一個 if then else 然後前面有一個ir 因為剛好說嘛 那個interpretation interpreter representation 的縮寫 那這一段主要的意思就是我要長出一段程式碼 然後長出的程式碼就是在右邊的那一邊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如果else的話 它會自行skip to ground n 然後只看else就執行skip to ground n 雖然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完全看懂全部的程式碼在講什麼 但是我們可以商號去對應到這一段 是吧 好 那既然我們已經對應到這一段了 那什麼時候會去長出來耶 什麼時候會去執行這一段 就是上面 can skip execution 如果這個變數是true的話 它就會長出這一段程式碼 也就是說會達到skippable這件事情 好 那什麼時候會被skip呢 那一樣就是我沒有全部把相對應程式碼都列出來 因為那個有點多 然後直接把它相對應的那個function提供出來 它其實是可以被skip 它主要是從這個function出來的 然後它會return一個布林值 那這段function主要在做的事情就是 我要判斷這個composible function 可不可以被skip 你沒有做這件事情 你沒有做這件事情 一直這樣 這樣看得到嗎 我需要再放大 那我不放大喔 它看所有的這個function的parameter 那針對這邊的每個parameter 它去做一些事情 那做一些事情之後 最終最終都會回傳一個mineskip這個變數 那如果mineskip是true的話 答案是什麼 最終這個是skip還是不是skippable 如果這是true的話 可以被skip嗎 可以被skip嗎 對 所以我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它要回傳是true 對吧 它是true 這個function才可以被skip 然後所以我們才可以讓這整個城市 這個composible 整個城市可以更油化 不用浪費不必要效能去在執行我已經知道的事情 對 那怎麼讓它是true 就是不要去執行這一段 因為只要執行這一段它就會變force 那怎樣不要被執行這一段呢 也就是說它只要是unstable 確保它不要unstable就好了 對吧 那就是回到我們剛剛一開始的推論 只要有任何一個unstable的parameter出現的話 那它就沒有辦法被skip 所以它相對的城市碼就是在這邊 那其他這兩個其實蠻單純 可能就是這個參數你要被用到 你要被用到它才會檢查 不然如果是一個沒用的參數 那其實就是不需要用到它 如果在ide card顯示是灰色 那根本這個 這方式沒call到這個參數 那它就覺得應該不用到檢查 檢查到這個參數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知道這個unstable 那unstable其實又可以去看到 它的來源是這個stability of 去判斷出來的 好 那stability裡面又做了什麼事情 stability裡面就是這個檔案裡面 它裡面呢其中有前面幾個很簡單的檢查 一個是enunclass 然後primitive type 然後可以很顯然意見都知道 如果是enun的話 它就是一定stable 那如果是primitive就是int 或者是flowpoint 它也一定是stable 那這個 這個它primitive type也是蠻厲害 它就直接這樣子去 幫我們假設出它就是stable的 所以可以看其中幾個class 一個class是 如果它是一個class 然後沒有任何變數的話 那它就是stable 好 我先說一下 這個是一樣是jpg-compost裡面的一段程式 它就是 這段單元測試主要是測試 它這一段程式是不是stable的 這個class是不是stable的 好 那接下來看第二個測試案例 第二個測試案例 是一個class 然後裡面有一個value 然後一個int 它是不是stable 是 因為它就是primitive type 然後而且沒有任何意外 那就像剛剛說的 就是如果它一個var 就是它 沒辦法知道裡面的內容 而且它也沒辦法用 就是任何方法 知道它 下一次是不是還是一樣的內容 所以它會是unstable的 好 那 另外一個可以對應到剛剛說的 就是我只要多一個stable annotation 那我就假設它是stable 我就 你就自己負責 所以它也是會 判斷成stable 那接下來有另外一個新的概念出現了 就是假如我是一個 范形 裡面有一個這樣子的括號 然後它有一個型被踢 那怎麼辦 我要怎麼知道它是不是stable 其實這時候我們沒辦法知道 因為 這個東西是不是stable 和depends on這個踢到底裡面是什麼 所以這個時候它會 會傳一個parameter t這個東西 這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t是stable 它就是stable 如果t不是stable 它就不是stable 好 那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其實可以看到stability 這個class stability 這個class有很多不同的type 一個是certain for certain就是說 我們知道這個就是stable 或者unstable 那 它有另外四種type 那 另外一個type叫runtime runtime runtime的意思就是說 我 另外一個這個東西是stable 來的 所以其實 如果有一個東西 我是參考stability 我沒辦法 因為沒辦法知道它是不是stable 對吧 所以 它就是 可能當該的時候 會去再做檢查 另外一個是unknown 假設 輸入的class 是一個interface 我沒辦法知道它的 繼承 或者它的始作是什麼 所以 是一個unknown 我沒辦法知道 在compile的時候 就是 不知道它stable 還不是stable 然後這個就是剛剛看的parameter parameter 就是 如果t 是stable 它就是stable 最後一個是combine 因為通常一個class 它有很多參數 那這個參數 有可能就是 這幾個 上面這幾個組合 所以combine就是 把這個東西 全部組合起來 然後最後 可以 用這組合出來的東西 去再做一些推論 那 右邊的話就是你可以看 它有 companion object 它就是 直接寫 stable 它其實就是certain truth unstable 就是certain force 這樣 好 那問題就是 再回到 我怎麼知道 parameter type 是stable 還是不是stable 那一樣可以看個範例 剛剛有知道 這個東西是 parameter 那下一個 有人可以告訴我 這個答案是什麼嗎 它是stable還是unstable 還是long time 還是unknown還是parameter Naga 蛤 對 它是unstable 因為它是VAR 雖然它這個是parameter 但是它已經有VAR 所以它一定是unstable 那這個 這個 可以給我答案嗎 我點名喔 五個猜一個嘛 好 對 答案是stable 因為 其實 我就知道它是int了 那為什麼它stable 其實它可以類推成另外一種型態 它的型態就跟這個一模一樣 它就是一個class 然後第一個 參數是rmt 第二個參數也是rmt 那既然這個class是stable 那上面這個pair就沒有理由不是stable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 這個東西是怎麼被推斷出來的 好 那這個可以跳過來 這個其實就是parameter 因為它有個t 好 然後這個是 也是另外一大段程式 但是這段程式 大段程式可以不用 先不用看全部的東西 那 在這邊裡面 我們可以知道有一個can infer stability 來去判斷說 我現在能不能夠去infer這個東西的stability 然後如果能infer的話 就是走進去這一段 也就是說 我可能去做某種控制 然後去可以控制這個parameter 裡面到底是stable的 那裡面有其他的關鍵 一個是這個stability 它可以是在中間被指定 然後這個mask 也是一個其中一個關鍵 那這個mask 它會從這個東西去出來 這個東西是non-stable construct stable types 那這些很多新的東西 看起來很困難 那沒關係 等一下我就會一一揭曉 好 其中一個是can infer stability 那這東西裡面在做什麼事情 它這東西裡面就是 就是假如你有一個input 這個decoration 那這個 我現在input這個class 那這個class 它其實有一個 它的名稱嘛 比如說irclass 它的名稱就是irclass 那我就用這個forqualify name fq name就是它的forqualify name 去檢查說 它是不是在這個stable construct裡面 如果它在這裡stable construct裡面的話 它這個就會非常true 就是說我可以input它stability 那哪些東西可以input stability 我去看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可以input stability 第一個是pair 然後第二個是triple 第三個是comparator 然後result 這些都是蠻 那個在cutting裡面蠻標準的類別 然後很有趣的是 我們可以看到它支援其他stable party Grava Grava的immutable list immutable map 也就是說 我只要認得它是immutable list的話 我也認為它是stable的 然後cutting immutable 如果它是在cutting immutable的clashing的話 它也可能會是stable的 好 那接下來有下一件事情就是這個mask 這mask是什麼 這mask其實就是 從這個map裡面去拿出來 然後 這個去拿這個key字 之後會穿什麼 會穿這個後面這一個 所以mask其實就是這個to後面的這個東西 主要是pair 它mask就是0b11 那這triple的mask就是0b11 那mask 可以 然後可能一開始會覺得有點confused 欸0b11代表什麼意思 那在cutting裡面 0b1就是1 就是binary representation 0b 就是它的prefix 那0b10 就是把它當二元 表示是它就是2 二進位 那111 就是一樣在二進位就是 1加2加4等於7 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就可以回到這邊這一段來看 這一段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我只要有一個mask可以放進來的話 就是剛剛那個0b11 我們把0b11放進來 我就可以去推斷說 這個東西是stable的 那這邊又有一段很複雜 很不好懂得call 但現在可以先不用管 現在可以看到 我在 如果mask是0字字 我直接推斷這個是簡單的事情 那如果 它有 它不是0的話 它去檢查它所有的pyrameter 它所有pyrameter去檢查一次做某些判斷 它就可以推斷出它的stability 那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 要怎麼辦 因為看起來很複雜 那我們就可以試試看 用pair去對斷它 我喝個水 我喝個水 這段程式嘛 就是剛剛那一段 if else的檢查 那如果我們用pair去 帶進來的話 可以怎麼推斷呢 因為pair的話 它是0b11 所以它mask就是0b11 對 好 那pair其實它有兩個參數 一個是第一個ntd 一個是第二個ntd 一個是第二個ntd 那 這個 這個會發生什麼 是0b11 shl index 它就是 是往左移一格的binary 的operation 所以 0b1 往左移 離0格的話 它等於沒有移動 那它往左移一格的話 它就變成2了 然後往左移兩個 它就變成4 那 這邊mask 跟這個and起來 的話 會發生什麼 是這個跟這個and 就會變成1 這個跟這個and 就變成2 那這個跟這個and 就會變成0 也就是說 我index等於1的時候 它這個就是1 1不等於0 所以它會走進if 然後index等於1的話 0b10不等於0 它會走進if 也就是說 這段程式碼就是在 跟你說 我index等於1的時候要走進去 index等於0的時候要走進去 可是2的時候不會走進去 所以它就是 直接走進去 它要指定的位置的參數 所以就是 要是0b11 0b111 它就是走進去三個參數 0b101就是走第一個跟第三個參數 它是用這個binary的方式去 做這件事情 然後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這邊就不講 好 所以剛剛有帶過 然後這邊一些所有的東西 stability 然後它有各種不同的type 然後 jpg-compose confir 今天主要是過 它skip的這件事情 那skip裡面有這個function 然後它裡面的enum 或者是stable enum是stable primitive是stable primitive是stable 然後parameter可以從這邊再走進去 看它的mask 跟它的contract 有沒有符合某些條件 如果符合某些條件 如果符合某些條件 它也可以是stable的 然後interface可以回去自己看 用裡面的那個程式碼 可以回去自己看 今天所有內容 蠻多的就是參考這邊 jpg-compose interface 這本書過來的 還有 如果你對compose的source code很有興趣 強烈推薦你看第一篇這個文章 其他也可以就是參考一下 對 然後這是影片 這裡是影片 對 好 這是第三個無形工商 就是我們公司 最近有做一個app 然後可以換臉 對 有興趣可以從這邊去找